管道間瀰漫濃煙 現場還有住戶被嗆得不斷咳嗽 黑夜中的大樓外 停了一整排的消防車 雲梯車也出動救援 因為大樓內還有人受困 消防單位立刻整裝準備前往搜救 明星要去傳出的打火弟兄命散火場 新宿市一出集合住宅26號發生火警 當時的起火點 一直在地下室的電纜線管道間 在火室被控制後 因為貨爆三樓以及八樓有民眾受困 兩名消防員再度進到大樓內搜救 二十五分鐘後現場接獲兩人氧氣不足求救了訊號 凌晨十二點五十五分 兩人被發現倒露在二樓以及三樓的樓梯間 是否緊急送營搶救還是宣告不至 那以及我們也會確認一下 我們新竹市的中林池 是否能夠讓我們英勇殉職的消防同仁 能夠入到中林池 來感謝他們對於市民朋友 在救災的過程當中這一些貢獻 這個氧氣瓶是二十分鐘 其實是可以上到八樓的 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你要上到二十八樓 其實也是還是可以的 我們講空間跟農煙的一個影響的數值 真的是有過大了 新竹市長高鴻安表示 希望兩位殉職消防員能從優撫恤 另外還會確認兩人是否能進入 新竹市的中林池 一場惡火 奪走兩名消防人員的性命 相關起火及殉職原因 監視人員將火速調查釐清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 我們會有的 谢谢大家